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范 我觉得也是中国力量地战派的代表了 他也是前不久跟李时时那盘激战谱也是让我们大家都印象非常深刻 的确是很能战斗的一个棋手 但是袁胜珍虽然他力量大 但是在维甲联赛上他发挥可不太好 他之前是一胜五负的战绩 在安徽华裔的主将位上 他在之前也是没有下国贝甲联赛 之前他都是下维椅的 在维椅的赛场上他是服将 他去哪个队 哪个队就升入甲级 但是这个家伙也比较有意思 他升了甲级之后他就不下了 不再代表甲级队去比赛了 继续帮助别的队去冲甲 每年升一个每年升一个 他呢是永远留在这个维椅 对比较有意思 今年他终于是第一次来到维甲赛场 但这个第一次的记忆可能也不怎么美好 前判成发挥很不理想 很不理想也很正常 我们的维甲联赛毕竟是 这个有点像西班牙这个西甲 足球的西甲联赛一样 这是全明星阵容啊 这是所有的顶尖高手 基本上都来过我们维甲 我记得一下老师说 在这个维甲上 有50%以上的剩余就很可以了 基本上是这样的 达到这个就已经是绝对主力的位置了 就很不容易 赢谁都不容易 小贩是六胜三负 小贩是不错的 小贩很稳定 他从前年开始吧 代表他们当年应该是叫 这个景之酒夜 当时的这个山东二队 现在山东一队是景之酒夜 现在被调回山东一队 对对对对 而且这个队阵容也很强大 有世界冠军姜维杰 还有曾经的两届的 等级分第一人周睿阳 还有刚才我们说的小贩 可能说这个队伍让曹老来选择谁做主将可能是个幸福的烦恼 是的 是的 都有这个做主将的实力 非常的强 那我们还是先看齐吧 好 一边看齐一边聊 范婷玉的黑棋 中国流 之前我记得有问过小贩 有人就是采访过他吧 就是说现在中国流据说已经被破译了 说你为什么还下 然后他就不知可否 就是没有正面回答 就是他觉得这个中国流 也蛮好嘛 你们都不下了 我才要下 我对他的这个了解 有主到的见解 对 他很有个性 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 叫少年师父是吧 少年师父 我不太清楚 谁给他起的这个绰号 我们是希望他将来这个成就要超越师父 那是最好了 对 目前来看呢 他也是有这个可能的 也有这个希望的 尤其今年势头特别猛 先是连续 就是最近三年 连续三年成为这个中国维基新人王赛的冠军 这太了不起了 他得连赢多少盘 大家想一想 而且他不是那种 就是头衔挑战 他是真是要从第一轮开始打 然后硬是背刚刚又打进了四枪 但这个比赛 小贩之前我还想过 这个我之后要跟他求证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 我印象中他好像是每届公布的等级分 他都在涨 已经有四年了 这个非常的不容易 大家想想 就说明一个骑手 他的状态永远是保持着上升的这个势头 这个是太不容易 太了不起了 有的骑手可能一个阶段 他会涨几十分上百分 但是过了这个阶段 就跟我们现在的股市一样 很不稳定 这大盘 对 他是属于永远在涨 你这个机油股 既是机油股 又是潜力股 反正他什么都是 这个势头太猛了 最新等级分是已经上到第十五了 对 这个在他这个年纪太不容易了 等级分大家都知道 他是慢慢涨的 不是说你一个比赛下好了 你一下子就能怎么样 他是一点一点积累上去的 所以说 我回头我要找他求证一下 这个是不是这样 我印象中是这样的 他没有一次公布等级分 他是下降的 都是在网上涨 厉害 但是他这个对手 袁大锤也是 星科世界冠军 实力也是非常强的 底卦 然后他确实很独特 他脱鲜了 那脱鲜挂这个 这个挂脚呢 是很有想法吧 这个棋也很好理解 就比如说他先硬 这个是本手 这样把棋拆回 再挂 不管拆哪个 如果再挂的话 这个下哪呢 大家想一想 可以思考一下 这不是有点像小林 对对对 这就是小林流嘛 那小林流 光一老师教导我们这棋 要走这个 对吧 这个白棋总是要加的 那所以说呢 这个棋 如果你守了之后 这挂可能就不太敢挂了 或者就顾虑 或者大飞挂了 总之你要受限制了 这挂脚方式要受限制了 他这有一个字 他这先挂你一个 比如说你要是脾气好 那么我再跳 还得拆 还得拆 这挂着了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脾气不好 你走这个 那么我可能就要选择加你 这样的话 我这边形成战斗 这两下交换 有可能就便宜了 这两下交换 感觉便宜的可能性大 这形成战斗起来 这两下就 所以他这有点 适应手的这个味道 他先借着你这没子 他先挂一个 当然白的 不会简单的 让他如愿 继续脱线 谁也不理谁 两人 对 这个还是很有道理的 这个脱线不是很盲目的乱下 这样他飞 这个从他实现我们就可以看着 这两个人真的是不好对付 就是一上来就绞杀在一起了 飞 白起贴 之后呢 黑鞋就把它挡下来 这步骑也是 其实局部的最强手啊 如果普通应该走哪呢 普通按说就长 因为这是要分段白起 所以贯彻意图嘛 就长 但是长他可能觉得不够紧凑 这个鞋他如果挡下来 他下招一定是扳你的 如果长的话呢 这个已经就是下招鞋 已经差点意思了 而且他可能讨厌白起去拖 拖了之后 比如说是有没有什么拖了夹 这种手段 比如说这样 他可能会比较担心吧 就是比较讨厌白起这种下方 这个毕竟是软的 这个头被人一拖挺讨厌的 所以说他实在 这个这个太强硬了 这个 当初再单走这个就好了 我怕白起 就是说这个鞋不飞出来是吧 对 那是 就是又是另一局起了 就如果拖这个呢 他可能扳一下 像交换两下白起已经便宜了 白起就算在这边走 或者是他走这个也可以 这个这样等于一个定势 但你这个子位置非常尴尬 你扳过吗 这个不大 比较委屈 你不扳吗 我这一立 这个脚要搜刮 这个子位置就 很尴尬 对太奇怪 所以说这个鞋你要拖呢 它局部来说 它是还可以 这个白起局部便宜了 它非常反击 就是它 我觉得小贩是那种 就是 它能有最强的 它绝对不下软的 这跟刚才平地滑的差不多 直接动了 但小贩还有一点 就是他自棋很有韧劲 就是你很难一下 把它打垮 因为他计算能力很强 他局部来说 他不容易崩 所以说 你要想赢他一排 是非常累的 就是说你得在实力 绝对实力要比他强 明显强的情况下 你才能够拿住他 才能赢他 不然的话 是很难赢他 他这个很难拆的对手 很难拆 短 长 白起也下个最狠力 白起如果要软一点的话 跳这个 那这样对黑起脚上的压力太小了 而且他还可以继续不依不着 还可以继续地去压迫白起 所以说干脆立这个 立这个这样 黑起脚上肯定是一块死气 现在 这局部来说肯定是不活的 这时候黑起呢 可以考虑的是走这个 就低杆吧 因为他实在没下 低杆是走这个 嗯 是不是 这白起脱 这个应该是一个对杀 就是我没有 特别仔细地计算 我是这样感觉 白起脱 爬 这样的话呢 白起脱这个 白起退 如果黑起挡的话 这白起可能还要往外爬 但这样白起爬几个就把黑起爬死了 黑起外边获得这个 获得这个 这也是一种转换 但是感觉上白起的头挺出来了 他在吃死你 他可以满意 这个难免要被白起爬死 所以说他实战是选择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下方 对 他下这个 像这个 对对对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看上去松 但实际上你没有借用 走这个 走这个的话 我脱 你从这个脱不出手 这个黑起脱不开手 脱你就得 这个扳不下来 嗯 扳才断 这不行 所以你就得一直退 我一直爬 你就一直退 这个太紧了 反而脱不开手 你自己也扑不开手 这他松一步挺好的 松一步之后呢 你走这个 他就便宜了 他就这个意思 他也不是说 要把你怎么样 可能也不能把白起怎么样 但他便宜了 他走完之后 他再来做活 活活脚 活脚 他这下交换 让你这很难受啊 嗯 你这飞到这 将来还有靠 你飞不到 这个 这个 你就没想让 你走这个 就不太像棋了 这个就是万不得已吧 那这样等于 你本身一手拆二 拆出来的 我这一靠 你去底下 顶着就拿掉棋 所以说这个棋 它就便宜了 这个看似松 其实让白起也不好办 那你如果不走这个呢 这个棋 你就延不出来 跟刚才是有区别的 刚才白起爬 猛爬 可以长气 所以说这个棋 它也蛮有意思 它有它自己的想法 然后白起 拖这个 也选择紧凑的 对 它这个就是识破了 黑鞋的意图啊 我也不能松啊 这一松就 就坏了 然后它还要搬这个 下这个 这个就太狠了 这个局部 你看 双方一上来 就进行了一个 有点像是肉博战 贴身肉博 对 这籽都全是籽挨着籽的 就是都没怎么布局 就开始站 我说没怎么布局 根本就没有布局 对 这个是根本就没有布局 接下来 它这个意思就是你粘 我就把你扇进去 这白起肯定不行 这扇进去 这个白起刚才是能猛爬 这个猛爬不知道多少下的 现在你这爬不出去了 这被打进去 这样白起可能要崩 所以它实战呢 它先 苦肉计 明知道争子不利 这个出一个苦肉计 这个棋也是 它打湿 这个也是刚才也是看了很长时间 我也没仔细品一品 这个除断是什么意思 也没有完全搞清楚 据我现在的分析 我猜测它是什么意思 如果断的时候黑棋也弯 那么你还是不能接 你接的话就还原了 这个没区别啊 对不对 它可能是要搬这个的意思 这样呢 对 黑棋大概只有打 如果拐的话 它就打到目的 虎在这 这样它就一手棋就连上 是可以满意的 所以说黑棋呢 要吃它 要吃 吃这白棋只有打 滚打 这样的局部是白棋杀不过黑棋 因为局部 你一粘 它一挡 它这个黑棋不能乱走 就比如说你跑外面不太行 跑外面这个地方要被白棋顶死 这个顶了 加 黑棋没有气 这样其实黑棋也可以搬 搬 好像还吃不住 这也吃不住 那你这贴的话也不行 再加 这就加不住 加不住了 对对对 那它 这个是白棋是怎么吃它的 就只有顶 顶了之后 这个棋因为白棋底下有四口气 它也可以考虑某种方式的棋子 我估计飞这个吧 可能应该是飞这个 这个地方实在是 这个太奇怪 双方一上来就这么 切身肉搏 就搅在一起 这样就是 总之白棋是要七子 这样黑棋 比如说最简单的 你这个抽 打吃 这能吃到白棋 是没问题 展一下 展一下 白棋飞一个 收气了 这个局部白棋是死了 你就收气它就死了 可能捅一下再去收 但这样的话呢 白棋把外围都收紧 可能白棋也能下 我就是 白棋取势 但是我看上去觉得黑棋没有不好的道理 就吃着一坨 黑棋没有付出什么代价 没有不好的道理 但也许他觉得这个白棋也能下 就我只能这样理解了 因为这个棋的确是 想不明白 没有想明白 这个棋如果黑棋就吼出来 白棋是怎么下 据我现在的判断来说 我感觉他只好是去弃子的意思 就这个时候断的时候 黑棋如果就吼 白棋是做何打算 白棋就只能像刚才这种 对 因为你没有别的变化 你沾他打 不然的话就没有道理了 我们知道高手下的棋 他一定是符合逻辑的 他每下一招棋 都是有自己的很深刻的用意 他不可能是乱下的 就赶他一定是在防什么东西 对对对 他赶下他肯定是在防着什么东西 所以说这个棋 我觉得他应该只有是连拌 然后弃子了 实际上呢 黑棋他就简单的争掉 对 他也许是觉得这个棋 已经可以满意了 不选这个比较复杂的下方 再尝出来 不过从棋感上来说 的确是黑棋不错 黑棋的确是黑棋不错 实际上黑棋跳这个 嗯 做活 啊 他实际上是打这个 是先打这个吗 这个似乎 应该是先跳的吧 嗯 先跳 在棋谱上是 嗯 在这个棋谱应该顺序不太对 这个先跳 白棋大跳 然后再走这个 黑棋打这个 嗯 这个打入就是 小贩的棋风啊 嗯 嗯 就充分体现出来了 他也是 反正总之现在是 当前年轻棋手 呃 好像是 他们集体这个 都比较酷爱实地 我是 有这种感觉 嗯 也不 不是他这一个人的棋风啊 嗯 大家都比较酷爱实地 这条棋是极端的 呃 捞空 嗯 可能可以说是 他们现在体现出 他们年轻棋手的 这个风格吧 嗯 其实 从感觉上来说 你这能飞 他已经难受的不行了 这白棋 他要爬吗 这应该怎么脸啊 中间就是 这个还得爬 他在爬 嗯 这个还能拐下来 还得爬 嗯 就这一串交换 黑棋先手走了一个 这个大后市 还不能满意吗 嗯 这个还不满吗 就是这白棋 这个底下太扁了 对不对 这个棋 按说这个黑棋 应该是很舒服了 嗯 这白棋已经难受的不行了 应该是 这个非常痛苦 非常怕过 但是他居然还是不满 对 他还要打在这 嗯 他要打入进来 嗯 回头有机会 我也准备跟他交流一下 这个 问问本人 真的是要跟他 找机会跟他聊一聊 交流一下 这个棋 打入 是怎么想的 因为这个棋啊 就是 我们刚才上一番棋的时候 也聊过这个话题 就是围棋还是比较 要比紫孝的 嗯 这样的话呢 显然 这个黑棋比白棋效率高 这个白棋两个大硬头 对在一起 连上 然后黑棋的这个花 顺势的走成一排后势 是很好的 呃 这朵花呢 有一个特点 它是提是提着舒服 对 接下来 还是鼓起 哎 接下来你要去处理它 对 呃 就跟你养花一样 看上去好看 你要不管它 它自己就蔫死了 这个也不行 呃 嗯 这朵花它就完全不管了 当然要尖出啊 嗯 叫它飞 对 这个局部来讲 黑棋效率的确是蛮高的 嗯 你把白棋的脚吃掉 但是白棋这一下 感觉这块它还是后势吗 这肯定谈不上后势 这个将来 绝对是被白棋攻击的目标 嗯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棋 嗯 实际上挡了吧 对 这个要挡 这个不挡的话 被白棋爬 它那个没有收获 嗯 嗯 其实这个将来白棋 还是可以拖一拖啊 走走 这个还是有一定味道的 嗯 就局部而言 它还可以 但是从全局来说 我觉得它有点 这个步调啊 和这个节奏有点乱 之前你是选择走外面呢 提了朵花 嗯 然后突然呢 你就抛弃了这个 嗯 去去捞实地 捞实地 当然白棋的每招棋 效率都是绝对的高啊 这个尖出来 这个跳出来 两手棋就把你这个后视 变成孤棋了 嗯 而且自己出头 它这两手棋 效率绝对是高的 所以说我觉得 它这个下法啊 我 不能够 有待实战考察 对对对对 至少我目前凭感觉来说 我觉得不能够支持它 这个下法 有点不连贯 不连贯 不连贯 小范呢 其实它是有这个特点的 它那个后半盘很强 而且它局部作战能力非常强 嗯 但它有的时候呢 就是 哎 钻牛小肩 就是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啊 就是它有的时候比较极端 钻牛小肩 就是它会 呃 自视力大吧 或者说 说的不好听一点 它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 我不怕我只顾 吓得乱一点 我也能掌握 大概它总有这种劲儿 先把实地捞了 所以就把实地捞了 反正这块是有自信 嗯 就是有的时候会感觉比较不太简明 它吓得不简明 嗯 这是它的一个问题 白旗之后是这个 对 这走这个 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通盘来看 呃 黑旗并不便宜 嗯 我觉得黑旗下到这 黑旗并不怎么便宜 这其黑 这个角上实际上是没有木了 你这个角还没 白旗这个木多了 这个角上将来是欠着木了 没有完全安定 嗯 那这角没有木 黑旗所获得的就只有这个角的木 这个角将来最简单的 白旗一拖 只有那一半 嗯 这样白旗一加 这个是白旗 最 不动脑筋的下法吧 最温柔的手段 最温柔的手段 就我就只在外面利用利用 我不想活了 嗯 可以走成这样 这样我可以看黑旗也就十几木旗 不到二十木 嗯 这朵花我们刚才说 它绝对是被白旗拖旗目标 成为孤旗了 成为孤旗 这个是 这个是绝对的一块孤旗 它不管从这儿飞 还是从这儿飞 你这个眼位都是不足的 而且很重 这个不能轻易死 嗯 啊 那白旗呢 白旗它现在飞过来之后 呃 我们刚讲黑旗的收获 就是这个十几木旗 那白旗飞过来之后 这边的 这个发展潜力 显然是白旗要比黑旗 这个字要好一点 嗯 那你这个还欠一靠古旗 这边走后了 你还远远威胁着这个 对 而且我这边 呃 这几个 这个几个字 虽然破一点 但是它 毕竟还是有点用的 嗯 这边等于也是我的发展 这个话语权吧 比黑旗要多一点 发展潜力要比黑旗大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棋黑旗 根本谈不上好 那之前如果说提一朵花 不错的话 呃 这几手下来就 那为什么会 现在判断一下 它为什么会不好呢 那就说明 肯定是这几手棋的问题 嗯 就是我们就要总结 回屋头来总结一下 是不是它这个的问题 我 个人 觉得不能支持它 这个下吧 呃 以后有机会 会跟它探讨一下 嗯 实在呢 它就白旗就飞 嗯 这排旗还是 内容非常精彩的 嗯 我们也是赶紧去追一下 它这个进程 嗯 爬 这子当然不能死 轻易死 这被白旗挡下来的话 那你这就不用说了 你这还没白旗空多呢 嗯 这白旗以后跳一个 基本上是先手 我们一会可以会看到 嗯 就跳 嗯 白旗其实这期本手是长 嗯 但它可能觉得这样长的话 这个 不是很理想吧 这个结果 其实这样 我觉得白旗也挺好的 就把这个飞过来 黑旗这块其实太苦了 嗯 这还跑吗 不跑的话 那黑旗时空也没什么好的 我说飞 我这块比你这大多了 不跑的话 黑旗 嗯 白旗这一吃 我们看刚才这个就 我不摆了 大家想象一下 这边是白旗的视力 有一点点的这个呃外饰吧 所以它在把你吃掉 它空位比你多 这个外饰显然白旗 它还吃在外面 嗯 所以说这黑旗它不肯死 而且它肯定是憋着要白旗有一点薄味 嗯 比如说你这跑 我就这种灭着你的颜色 你这个贴这个太难受了 你要是团的话 这也很重啊 这旗 嗯 就 不用下什么太好的 我就慢弄一弄 对 你都很难受 嗯 是不是 这个旗 黑旗我觉得也不咋样 很被动 嗯 它实战呢 就挑这个 这个很 这个是 呃 呃 袁胜珍啊 他也是 非常的厉害 就袁大锤嘛 他呃 出手非常的重 嗯 他这招棋也是 属于是 呃 不给黑旗轻易的 这个出头的这么一个选择 他让你就难受一点 比如说你这摇摩栓才就算了 嗯 摇摩栓这个等于 又骗着黑旗在底下多走了好几步 那这样他就护一个 嗯 这样直接就快死了 这飞过来 你可能想要的要不要了 嗯 这不是弃子的问题了 嗯 这被动的就被吃掉了 所以说 这个跳一个也是狠 嗯 但这条棋好不好 有待考察 我们 继续玩一下看 嗯 开始这样 拐一个好棋 嗯 这拐是好棋 是不是只能退 嗯 只能退 嗯 它在唱 先拐 把你拐中了 嗯 如果不管这下的话 你将来肯定拐不到 这这人也肯不会傻退 这个 先拐一个 把你拐中了 拐到是不是感觉 白系这块联络也不太好 有问题 这个最起码的问题 就是比如说我靠 这个是最简单的 嗯 再拐 靠了之后连拐 嗯 啊 这样就有问题 我某些特殊场合 我可以靠了之后挤 嗯 嗯 不是不可能的 嗯 因为这个挤 你如果走外面 我就把你弄断 你要走里面怎么补 那你要既然走里面的话呢 你直接有靠的时候 你就可以拐里面 嗯 对吧 就说这个地方白其实是 肯定是有弱点的 对 但是将来就看黑极怎么动了 嗯 所以说现在这样的话 然后黑极这几个子啊 这个这个小花 现在要发挥作用了 嗯 就从这边动手 对 现在呢 是白棋 他也不太肯在这种地方补 要补的话 比如说你这个弄一个 这个效率是不太低了 对 这个效率有点低 嗯 这个黑极可能就跑出来 这样就不太好攻它了 已经 嗯 如果还是飞的话 它肯定也是出来 嗯 是不是还得补 这样还得补 不管你怎么弄 嗯 这个 这个好像没补上 贴的出来 现在还有扛 嗯 所以说这棋 白棋 它这个有点给自己找麻烦 这个跳一个 其实有点麻烦了 这棋 嗯 然后它也是 接下来 这个棋 对 这也体现风格 这波 走这个 走这个 嗯 先下手为强 它的意思就是说 呃 举个例子吧 我们摆一个最 黑棋 最无脑的下方 就比如说这样 嗯 就比如说一旦被白棋弄了几下 它就飞过来 这样呢 它就是以弓为手 它这下虽然很臭啊 这个很损 嗯 但是它就走过来之后 让黑棋就苦活 你苦活 一去撞 我这外面什么毛病都没有了 嗯 不管你是撞哪边 撞这边也好 撞这边也好 都是帮白棋补毛 它省了去补齐了 对它就是省一手 这个地方冲断 它也不用补了 嗯 它是这个意思 嗯 还有就是说 呆你如果 走这个的话 我 我想它可能会搬这个 它的 主要目的还是为了 补这个断片 嗯 补黑棋冲断 这是它的最中心的一个 核心的一个目标吧 但是它补冲断 它为什么不 就是老老实实走 而要撞到别人身上 老实实走 它不满意啊 就是这个结果 你刚才长 人家也是跳 嗯 对不对 你现在跳 看上去步子大一点 但是这被拐着一下 它 我们刚才也讲过 这给自己制造了很多麻烦 这样等于 这将来随时有靠这个 嗯 所以它不肯补 它想高效率的补 嗯 给自己找回一点面子吧 嗯 靠这个 嗯 这条其实 用意就是这样的 黑棋反心 嗯 黑棋的想法呢 是这样 就是它觉得你如果退 好 那台再沾上 这样 首先你这个地方还是有冲断 嗯 再一个呢 你自己走过来的时候 它是反正活棋 那脚里已经损了呀 这是白棋是吧 对 对 这个就是白棋的损失 所以它觉得这样不怕 它就是希望你多损一点 反正它就扳 把你扳重一点 嗯 白棋当然也不肯 这样轻易地就走 往里掰 嗯 总之白棋也挺灵活的 这个时候白棋的确是可以灵活一点 它这些弱点啊 是有 但是你暂时你也不好意思走 嗯 你不便宜 你现在走这个 那你将来走的时候 它可能就比较轻 还有各种选择的余地 嗯 包括这个冲也是 这冲你可能本身现在冲都冲不着 就它很轻 它可以选择某种方式的转换 嗯 它黑棋也不走 先瞄着你 对 黑棋不能被白棋占便宜 嗯 就是说 黑棋它一定要局部下出最强的下法 嗯 这样我们看上去不好理解啊 这黑白棋在干什么呢 这好像是 双方在 不知所灵的地方在这个发力 嗯 但是其实 还是 嗯 有一定道理的 双方都是 还是很有思想的 这个下的 白棋 我们刚才就说这个目标就是 啊 间接的去补一下这个断点吧 嗯 但这样 白棋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这其实还是挺损的 黑棋跳 对 嗯 这个跳开始出手了 这个跳的时候 如果黑棋补鞋 这个脚里本身局部 大概补一个 嗯 如果补的话 它把它挡住 这还能活吗 活没问题 活肯定可以活 但是你活了之后 这个地方白棋可以定定型啊 这毛病也就没有了 嗯 这样的话 还是黑棋 我觉得不乐观 黑棋它供过来 你觉得还是不乐观 嗯 黑棋好像好不到哪去 对 所以跳的时候 它也很拼呢 这个 嗯 前点一下 这没关系 再来这个 它直接就把你靠断了 嗯 这样的白棋拐 白棋是来杀脚 嗯 可以说是 来杀脚 因为这个我想 它怎么也得 走一个 它如果搬呢 黑棋肯定就是连搬嘛 嗯 白棋这个还是有一定道理 它先最起码 它把这下打到吧 这要点了走道 嗯 那将来去杀黑棋的时候 会有帮助 这局部黑棋就死的 我们可以这样看 点了一耙 嗯 点了一耙 嗯 就你在上面这没演 比如说 这个本身也没有演 我打掉就更清楚一点 这样一般 我就一般 这局部就死了 这是倒霸舞 嗯 嗯 局部尽死 那这样黑棋气非常长啊 白棋肯定不会来杀他 嗯 所以说黑棋如果虎的话 白棋 可能就是交换几下 交换 比如说交换成这样 嗯 白棋在想别的办法 就是向外再出头 它交换几下 把你走成一个死形 再说 嗯 黑棋这个时候又拖鞋了 对 黑棋去冲这个 分力的去冲 嗯 这棋感觉 这一下那一下 真是有点眼花缭乱 看不太懂了 看不太明白了 看不太什么意思 嗯 就冲一个 嗯 我们想一想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应该就是考验一下白棋 你如果挡的话 这样它先把你冲中了 嗯 这样的话 这个挤变成了绝对先手 然后再去活这个 这个把你冲中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白棋它也又拖鞋了 它就去贴这 这样的话 它我们就好理解了 这是有道理的 嗯 这它相对来说轻 比如说你再走这个 这样它可以搬这个 嗯 比如说我点 还是给你留一个吃鞋 我们就搬吃这个 这两个不是齐筋 它可以弃的 这样 啊 这样黑棋不好办 这样你如果从外面打 这个太没意思了 是这两个 现在不是齐筋 那你这个脚嵌着磁漆 这块嵌着磁漆 就好像碎了 这黑棋 嗯 所以说这个棋呢 所以说这个棋呢 他那里还没什么收获 对 所以这个棋 黑棋 他就走这个 啊 他继续搬 嗯 白棋断 就有断先断 是 先断必断这两个 这个从近场来看 还是黑棋不乐观啊 嗯 白棋跳 啊 黑棋这个地方没有 就这时候走这个 抽 嗯 这样白棋把这个反手挡住 嗯 白棋就是我们刚才说 他这个地方千万不要去挡 你挡这两个就中了 这他就能打着了 嗯 你不去挡这两个 随时我可以不要 他直接挡在这 嗯 这个是比较狠 这个比较狠 这个时候来走这个 这其实白棋这个段 有没有必要 我们其实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 嗯 这断跟人家常交换啊 这边好像变得 一下就变得复杂了 本来白棋还是很好处理 反正这盘棋就是 从一开始就是复杂的局面 乱战 对 真是两个人力大无穷 我觉得这个下的 比力量 嗯 然后白棋搬这个 这个时候白棋 呃 他为什么不能搬这个呢 想一想 搬这个 这黑棋这样就不好 如果连搬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啊 连搬我打完 打还是可以打挡住 嗯 等一下就争死了 这个 呃 他没有选择走这个 这可能也可以的 我就分头做活嘛 吃我就走这个 嗯 这样我这块棋和这个 我分头做活 我活了你这两块就必死一块了 嗯 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吧 他搬这个 搬这个 嗯 他实在是又下成了一种很奇特的转换 呵 他冲这个 嗯 嗯 这黑棋这两个鞋筋不能要了 嗯 看他糊这个 白棋鞋 这样黑棋把脚活了 嗯 这样白棋鞋一同两个 看上去很舒服 但实际上 黑棋把脚活了 而且这块鞋 它其实有点处理好了的这个味道 是 所以这个时候感觉黑棋转过来了 这形式 白棋可能 下的不是很简明 这几个回合感觉黑棋有点缓过劲来了 对对对对 接下来我们还是加快点进程 看他后面 这个是 下的非常复杂呀 这几 黑棋白棋下 在虎白棋提 嗯 该白棋下 挡住 嗯 去吃 贴 这样 他白棋有一点好处就是黑棋整体还是没活进 嗯 你虽然把我这吃了 这只是联络了而已 嗯 这块棋整体没活进 嗯 总的感觉还是白棋好下吧 嗯 还是白棋好下 这样白棋跳这个 跳下来之后 呃 黑棋这个脚呢将来是没目 这个脚是 是一个万年节 嗯 反正倒是控制好多棋 大概有个六七木棋吧 嗯 加上这边 这黑棋全盘好像不到四十木棋 这个脚是不到二十木 六七木 加上这块加上这块四十木棋左右 嗯 而白棋呢这是现在提通的都非常厚 这提的非常厚 这边也有这两块加起来已经有十五木了 大概 嗯 加上这个中间这块白棋 二十几木肯定是有的 那它这个发展潜力不得了 而且这边也我们刚才讲过也是白棋的字 黑棋也没有什么地方发展 黑棋是没有什么发展的 这块顶多就是活了 所以说现在还是白棋好 嗯 这黑棋都属于是比较被动啊 贴这个 这拼得非常猛 黑棋这块鞋就好了吗 这个又来着 肯定是美好 但它没办法 这形势所迫 嗯 拼得很猛 白棋就稳稳当当的扳针 这从双方这几角鞋的进程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态 白棋对 形势判断 嗯 形势肯定是白棋好 它就稳稳当当的贴这个 嗯 也不去这种供你 是吧 贴棋走了一个 嗯 他就把这个胜利果实 闻手胜利果实 感觉是不是白棋开始收冰了呀 嗯 他这样把这两个吃住的话 他这边木树远远不止20亩了就已经 30亩都不止了 这白棋全盘40多亩棋 黑棋其实还是没有什么掌目的地方 还比较薄 还是得拼是吧 还是得拼 嗯 嗯 他就把这个拼住 头扳住 让白棋断 嗯 白棋 总之 感觉白棋下的不是特别的简明啊 嗯 但他主要是形势好 打入 他白棋就是把黑棋的这个潜力走走掉就行了 空上现在是白棋 贬成白棋优势了 嗯 这个是 走这个 嗯 这个是考验一下黑棋 这难受的地方 长成味道很坏 这里头还有还有手段吗 手段可能没有 但是味道很坏 嗯 比如说你力量 他就搬了一壶 搞不清 这就有团断跟你杀气的这种味道 利这个局部来说应该是四起 白棋 他现在挤这个 他也是讨厌你跟他杀气 可能是 嗯 嗯 他考验了一下 然后 然后 然后尝 嗯 这个棋 现在就黑棋这块整体啊 还可能还是要被白棋缩刮的 嗯 这个是黑棋一个痛处吧 比较难受的地方 嗯 这是去哪儿了 他尝尝这个 嗯 后面线到这儿来了 嗯 中间是走了一个 打这个 嗯 这个是 这个是 打僵 堵秒了 是不是一定 或者是把白棋这个气打紧 嗯 啊 他打这个不是打僵 他这个将来打紧 这个冲白棋只好沾上 然后下这个 然后下这个 靠这个 那些一般 就继续好沾黑棋 实际上是护住 局部来说其实是没齐 嗯 但是将来有各种 他打已经把你打断了 他就是说打断了之后就沾上 肯定是有杀气的 然后他是走了一个点 嗯 走了一个断吃 然后这样也很简明 然后长 这样就沾 它就贴 嗯 嗯 这样黑棋 这已经不太好断白棋了 他这拐是绝对先手 黑棋已经不好断白棋了 那黑棋刚才下这个是什么意思 他不下这个他也不好下 那你走这个他就连上 这个 黑棋这招棋也许有点轻率吧 嗯 感觉这样下文好像雪上加霜啊 局势 他本来空就不见得好 嗯 然后潜力肯定是人家大 他是多了是薄棋 嗯 人家多的是潜力 他多的是薄棋 肯定就是局势不是很好 但是但是这其实还是很早的 我觉得 尤其小贩这个关子的功力来说 他还是且收着了 还要加 这两线这块棋很苦 黑棋跳在这 嗯 这个局部是做活的好手 嗯 但是 但是这个棋 形式来说白棋把他跳起来 形式来说已经是很难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黑棋这个地方局部是欠一手棋的 刚才我们也说过了 嗯 白棋无论是打了虎这个 还是打了接上 啊 就可以摆一下 就打了接上 嗯 你是不能打拔的 你只有力在这杀我 局部来讲 只有力在这杀我 嗯 那我这棋不管是粘也好 这个虎 这都是先手 你都要走 嗯 那这个局部显然是欠手棋的 这个地方将来是有这种杀器的 杀器啊 对 虽然棋肯定是黑棋长啊 但这个总是有收器吧 收器吃 你是要幕术要损一些的 要付出一点代价的 嗯 还有比如说白棋挡这个 这就是 这可能白棋气更长 就是他有很多种选择吧 嗯 这个局部呢 就是欠了欠一手棋 欠点东西 那么你这个 这个地方肯定是对白棋就没有什么手段了 啊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将来这个白棋还可以去刮一下黑棋 比如说他也可以 点在这 嗯 点在这是没有 或者是就跳这个 这样局部黑棋还是得苦活 你要局部做活的话 比如说尖我一冲 你还得补一个 嗯 这样局部才活 所以说这个幕术来讲黑棋 也不太乐观 不乐观 而且就薄 薄的地方很多 这边都非常薄 嗯 这下这其实这个 是一个黑棋很困难的局面了 嗯 接下来 这 好 这个就是拼 这个我们看就明显的感觉到 就拼得非常厉害了 已经 已经靠到人家的空里面去拼了 那就拌 这个圆大锤倒是很冷静 嗯 但是你能退的地方就退上一点 就给你一点 跟我们刚才看这个 朴婷环还是不太一样 嗯 朴婷环是能狠的地方 就全都给你绷住 嗯 可能他们也不是一个时代的棋手 就是朴婷环是 现在的年轻棋手 嗯 人生针稍微大一点是吧 人生针是85年的 85年的 嗯 朴婷环是93年的 嗯 差不少 8岁就是一个时代了 对于赛琪界来讲 那这盘棋可能后面 双方又进行了一些 拐一个 嗯 让它站上 站上 然后白棋就把这个拐震过来 嗯 但这个时候我们很明显的看 这黑棋好像到处 有点 直立破碎啊 这个已经非常难下了 而且 最后也是 比较遗憾了 是 嗯 我们今天讲的两盘棋都是中国 韩国外援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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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范这盘棋虽然过程很精彩 有双方有很多地方都是下的很妙啊 嗯 包括 像白棋的这个断气子啊 这个靠啊 这手法都是很很有意思的 嗯 包括黑棋一上来这个紧凑的下方 黑棋还有这个很机敏的 这拐一下 这个大家还有印象吗 跳的时候拐一下 都是下的很好的地方 嗯 下的很精彩 但最后的结果也是比较遗憾 那您觉得他这盘棋就是主要的半音是在什么 我觉得续盘下的不好 嗯 续盘阶段下的太苦了 这个棋明明很好的形式 为什么要打入这个 这个我觉得是他走向这个不利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你还是觉得他应该从这边推过来 肯定推过来 推过来多简明啊 这期把白棋都压缩在三路上 黑棋非常的好下 嗯 后面袁胜真他也是见好就收 像这种 后面很简 后面白棋应该是很好下的一个局面 嗯 最后是244手 然后袁胜真是中盘战胜了范婷 嗯 比赛进行到这儿 因为这盘棋也比较慢了 嗯 就是他俩应该到最后肯定是都赌秒了 最后结束 我们也给大家 嗯 报告一下今天维甲联赛的成绩 嗯 中国移动上海是2比2主将输给了重庆冷酸0 那重庆冷酸0 那重庆冷酸0应该还是在 在绑守 绑守 嗯 对继续他们的连胜 然后安徽华裔是2比2主将胜山东景之九夜队 就是刚才袁胜真那盘 对对对 嗯 这两支是兄弟队啊 嗯 先取江是3比1战胜咱们的未免冠军辽宁绝华岛 应该已经逃离了降级区 嗯 后面是大连上方横夜3比1战胜中信北京 嗯 安徽宁国市政是 比较遗憾 赵老师 赵老师0比4输给了贵州百人 赵老师的队伍嗯 赵老师的队伍嗯 然后苏布尔杭州两支升班马之间的对决是杭州队3比1战胜了浙江建设银行 嗯 那这轮比赛结束应该上半赛程就只剩下一轮嗯 然后后半赛程看看各个各个队怎么发挥吧 好 嗯好 那今天这两盘期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再见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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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